别拦着我 我要打死这混账 六道轮回盘内 十道身影刚刚立吻 一抹虚弹的影子就扑了上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砸向被禁锢先驱的太乙真人 还好御顶真人和李长寿出手及时 前者手指轻点 后者招来一缕太极图到运 将飞来的虚影直接定住 莫要调皮了 轻探声自远处飘来 朦胧间似有嵌手轻摇 握住了一只上下悬浮的草环 众仙耳中又听得几声话语 哎 我们太难了 好不容易有人进来 打个招呼都要被关起来 嗯 那个讨人厌的闷顶又来了 上次我们纠缠不清 可还没奋出上下呢 我要打死这个嘴臭的混账 他才不长了 众仙不由玩耳倾笑 李长寿暗中观察孔轩的反应 发现这位大佬 在好奇地打量着六道轮回盘内的情形 并无异常 而缺席了上次大战的黄龙真人 此刻也像是局外人 有些不太适应此地的氛围 远处一抹白影 后土娘娘迈步而来 立于百丈之外的山坡顶端 对着众仙轻轻汗手 多宝道人一声 拜见后土娘娘 道门高手齐齐行礼 孔轩也拱手点头 算作了问候 各位不必多礼 后土温声说着 嗓音十分温和 今日各位前来 可是为血海深处大道震动之事 李长寿道 娘娘可知此事具体 后土目中流露出几分无奈 言道 有圣人出手 趁我不被挪动轮回大道 此事怕已是难以阻止 赵公明沉声道 娘娘可知西方教具体之算计 后土道 似是要再立轮回 巩固自身气韵 李长寿垂谋沉思 又问 娘娘 七情失控 最初是在何时 后土面露回忆之色 又道 在此地待得久了 已失去了岁月流逝之感 应当已许久了 多宝昼眉反问 长庚莫非怀疑 西方教早已对地府出手 不错 李长寿在秀中 取出了几只流影球 缓缓前推 流影球同时照出道道流光 三千世界 无尽神国 凡人祷告 漫天功德 在场之人都非寻常生灵 之前李长寿又说过其中内情 但此刻见到这些画面 他们依然有些震动 呵 孔轩轻笑了声 大叫 后土眉头紧簇 注视着那些生灵叩拜的情形 却问 凡如此信众 可是劳作耕种 采集狩猎 嗯 李长寿缓缓点头 但信众皆以为 耕种所获 采集所得 为仙神赐下 那些于世间宣扬此道者 以仙神使者自居 实为凡人 却得供奉 万般种种所谓功德 凡人如牛羊草剑 后土又问 人族上古 便明天命不过人言之理 为何今还要信奉这些 人族如今先凡分离 炼气室以清雅自居 视凡尘俗视为 乌浊横流之地 无法与上古一概而谈 李长寿轻叹了声 又道 人族人皇难献 且就是人皇气欲宁好了 也不过是在南善不周 无法影响到零零散散的三千世界 道门 便是这般被西方教钻了空子 一旁诸位道门高手 面露思索 李长寿点到极止 并未多说什么 有些事并非神通广大就可改变 需细细谋算 长久布局 随之 他将话题引回今日正题 定声道 西方教虽未对道门发难 但若他今日得手 大劫之中 以各处神国为根基 献兵源源不断 高手层出不穷 后患激进无穷 各位师兄 师姐 我回到门弟子 不想看到门衰弱 老师此前曾召我去太清关中修行三年 阻止西方此时大兴 也是老师之意 后土娘娘 晚辈冒昧再问寻一事 若西方 以其神国中积累的无数魂魄相邪 娘娘可会同意立第二轮回 后土站在绿草如荫的山坡上 静默不语 孔宣在旁横了声 若一时求人 却造就今后无数生灵 为这般香火神国所控 因小事大罢了 又何必犹豫 御顶真人却道 但凡魂魄 即为生灵之印记 后土大德 自是不忍 精灵圣母目中流露出少许冷意 言道 若各位不想做恶人 道师平道来处置那些幽魂便是 大劫当头 师妹莫要造杀念 免得惹来业障缠身 为劫运所趁 多宝道人如此道了句 继续皱眉思考 黄龙真人小声问 莫非 只有平道一人 不知咱们具体要做什么吗 李长寿哑然失笑 传声解释了几句 西方教政 暗中建造新的轮回体系 待轮回殿完工 他们必然会 拿出此前数万年 在香火神国积累的凡人魂魄 现在最棘手的 是如果李长寿他们出手 毁了西方教心力的轮回殿 那无数魂魄 该如何安置 这些魂魄 被西方教用香火功德和密法护主 熬过了漫长岁月 本身会已十分脆弱 若不能及时轮回 短时间内就会消散 温柔如后土 自不愿看这般惨剧发生 而西方教想利用的 正是这一点 在李长寿眼中 这场博弈最关键的点 就在于后土娘娘的态度 只要让后土娘娘 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身后 不承认西方教的轮回殿 后面也就是斗法的事了 刚解开禁锢状态的太乙真人 在旁嘀咕 这事是西方教作念 咱们纠结什么 后土娘娘带着的草环轻轻颤动 太乙真人下意识后推半步 站去了御顶真人身后 李长寿笑道 娘娘 假如我能妥善安置这些魂魄 娘娘能否再无顾忌 如何安置 上策攻占血海 不给西方幽冥界立足之机 但此事无异于直接与西方教全面开战 较难达成 中策便是在对方放出这无数魂魄前 及时出手 救下这些魂魄 而后尽快安排他们走六道轮回 下策 尽力而为 一只宛若局外之人的云霄 不由被这尽力而为四个字逗得一笑 他也有无法周全之时 赵公明道 定海神珠可以一世 多宝道人在袖中一阵摸索 很快就拽出了一堆物件 麻袋 宝瓶 盆鱼 宝珠等等等等 都可用以温养魂魄 保存神魂 大家都拿线 到时候能捞就捞 尽力而为 后土娘娘柔声道 世上之事总归难得圆满 若能有上中策再好不过 但也不必强求苛责 香火神国禁锢众生 此为大害 还请各位不止站在道门 也站在众生一方看待此事 可需我做什么 李长寿拱手道 娘娘只需不认第二轮回 其他事交给我们 嗯 后土轻轻汗手 抬手摘下头上草环 向前推送 这草环缓缓旋转 飘向李长寿 化作手镯大小 套在了李长寿手腕上 后土道 善用 娘娘放心 李长寿拱手做了个道一 表现得无波无澜 转过身来 又对各位高手做了个道一 包括孔轩在内 九位高手齐齐还礼 精灵圣母道 莫要开口唠叨 你善算解 我等多心服 直接安排就是 那我斗胆 李长寿右手自秀中 取出一尊琉璃宝塔 赵公明笑道 这塔看着眼熟 孔轩也是微微一笑 想起了那一夜的组团吹灯 各位师兄师姐 与孔轩道友 暂时委屈一下 进入宝塔中等候 且容我详细打探一番 待收集够了讯息 拟定后续详细计划 再找准机会 骤起发难 打他们的措手不及 众仙接连称善 皆以维稳 多宝等仙依次飞入琉璃宝塔 云霄和孔轩排在最后 云霄先自有些不放心地问 不如我与你一同在外 不用 李长寿正色道 放心 若说成事 我只有大概五成把握 但若说保命 我此次把握 也勉强有九成八 嗯 云霄轻轻汗手 目中始终带着几分担心 又叮嘱几句 让他不要逞强 李长寿自恃含笑答应 孔轩倒是没再多说什么 便单独进了琉璃宝塔中的一层 为与旁人掺和 随之 李长寿在后土娘娘 那有些好奇的目光中 席地而坐 开始忙碌了起来 修为再高 也不能对自己的神通盲目自信 一山更比一山高 障眼法 变形术再精湛 也瞒不过比自己修为更高者的神眼 李长寿用太极图的道运 遮住自身 短暂恢复了真实的形望 而后拿出眉笔 脂粉 开始细细描画 他当年为何钻研单轻 一是为了给纸道人定装 二是 为了给本体变装 今日刚好用上这般大法 不过片刻 就已在物理层面换了张脸 与鹿鸦道人的真实面容 有七八分相似 随后 李长寿在秀中取出两枚玉瓶 从瓶中道出 自己在北周大战当日 衣袍上提炼出的金乌之血 将这些血迹化作气息 缠绕在浑身各处 紧接着 他又在这些气息之外 掺杂了一缕缕太阳真言 太阳真言 不只是金乌的本命神通 也可在太阳星的星河中采集到 原本多帅宫中就有存储 被炼丹之用 再 取出斩仙飞刀的紫白大葫芦 背在身后 换上了一身褐色的道袍 又施展变化之法 化作一名勾楼的老道 如此 底部的四层伪装 就算告一段落 李长寿转过身 收起太极图道运 对此时有点呆愣的后土娘娘 拱拱手 笑道 娘娘 可否将我无声无息送去丰都城外 最好是直接穿过丰都城大镇 嗯 后土答应一声 经不住问 你这 一点必要的伪装之法 李长寿笑道 这鹿鸦道人 已死在我手中 但今无一族 今善火焰神通 又是神鸟飞禽 若我被人发现 便以凤族涅槃之法 炸他们一炸 原来如此 不知为何 后土娘娘的话语声中 都染上了少许的不确定 琉璃宝塔内 目睹此情此景的 各位道门高手与孔轩 也是表情各异 独处一层的孔轩 嘴角轻轻抽搐 忍了又忍 还是笑了出来 而同处一层的道门高手 经不住各自发表了一丢丢 关于李长寿行事风格的看法 多宝道人笑道 与长庚为敌 当真是件大麻烦 金灵圣母道 这样未免泰 不知该如何形容 长庚行事周全 小心谨慎 我被楷模 赵公明自食圣赞不已 太乙真人双手揣在袖中 耸耸肩 平道觉得你们可能误会了 他八成就是单纯怕死 云霄目光扫来 眉头轻皱 太乙真人不知自己怎么 双腿一软 顺势就盘坐了下来 嘴上不由自主地加了句 不过 在大势大飞上 长庚从来不含糊 玉顶真人含笑点头 结叫多宝 赵公明偷偷对视 各自笑眯了眼 又听塔外传来了 李长寿伪装后的苍老嗓音 娘娘稍等 我先试话行说 各位高手齐齐向外探查 眼睁睁看着李长寿 化作一修罗族女童 银发 赤铜 在血海中再常见不过 这女童紧跟着在家的层变化 化作一只拇指大小的蜥蜴 又变作透明状气息全意 众仙 后吐经不住齐齐抬手扶额 小夕一扭头爬了几步 迅速钻入了前方的七彩光圈中 刷的一声消失不见 而此时 李长寿心底 塔爷一边乐呵 一边笑骂 小徒弟 你干啥呢 老爷把徒老大都给你顶头上了 就是让你去放手干一家 你倒好 又是喊人 又是乔装打扮 这也太损咱们太亲的威名了 你就直接去血海深处 我跟徒老大一起出手 就算是那特么七宝妙术来了 又咋地 真 强乾坤齿应道 就是就是 一缕难分阴阳的嗓音 在李长寿心底问道 为何要请这般多道门弟子 李长寿心底笑了两声 反问一句 若守在那第二轮回殿处的 是西方圣人 有各位相护 有老师庇护 我或许能够全身而退 但此事岂非再无转机 塔爷不以为然 圣人暗自拨弄大道 还说得过去 亲自出手做个守卫 这却是谁都说不准的 太极图对此 倒是意外地认可 塔爷嘿嘿一笑 徒老大说事就是 老爷最欣赏小徒弟的一点 不就是他办事稳当吗 不过 单凭这些圣人弟子 也不是圣人的对手啊 李长寿笑了笑 便做的小蜥蜴 在虚空之中飞速爬动 沃于血海深处 有些事没法跟旁人解释 他自己明白就是了 此时他所有布置 请来的各位高手 都不过是 为了在突然遭遇到圣人偷袭时 可以确保拖延瞬息 让几方圣人老爷赶来此地 有太极图 玄黄塔 乾坤池 配合孔轩的五色神光 赵大爷的定海神珠 云霄仙子的混元金斗 精灵圣母的龙虎如意 多宝道人的王之宝库 玉顶真人的顶 太义真人的嘴 自己遭遇圣人时的保命把握 怎么推算都在九成八 瞧了眼手腕上的草环 感受着棋内静静流淌的 七情之力 后土娘娘也给了自己 一份保命的实力 李长寿 其实还多吻了一手 他故意请黄龙真人前来 绝不是因黄龙真人 是个老实龙 纯粹是 这位可是暗藏的福星 原本的封神大劫中 黄龙被抓了那么多次 被吊在伤君园门 被人拿着小辫子 抽了那么多次 不都没死 受之迷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